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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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诶 如果已经存到了那你又是怎么存到的呢还在存钱存骨傻傻分不清楚吗今天节目太棒了我们邀请到一位嗯号称的是我们古世界的金城武也是呢非凡知名的分析师胡玉堂老师要来跟大家分享哦我们来欢迎 大家好哦真的我们今天重金礼聘是不是重金礼聘邀请到古市金城武来到现场跟大家来聊一聊哇因为萤幕前的很多朋友可能看我们理财节目都会想说对啊对啊要怎么有效率的存钱那么大家最在意的就是我们年轻人啊小资组啊怎么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呢这问题是不是很重要没有错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人哦就是除了社会哦其实赚了钱都花光了其实都存不到钱对啊你有在存钱吗当然有但你有没有在存股啊没有我看你就知道没有 不过过了今天你就会开始存股我就会变得不一样了绝对不一样了真的真的所以存股啊怎么存出人生第一桶金哦其实刚刚问很多观众朋友有人是我知道很多这个年轻人头症就是把钱放在银行 就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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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完这一集你就不会这么做了因为因为你把钱放在银行哦对就是每个月可能存五千啊一万啊你尾巴每个人的收入好但是你去想比如说大家的第一桶金可能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对你的第一桶金你觉得通常要多少通常是一百万吗对不对大家就能讲一百万对那假设一年你存十万你想要存到一百万要多久 大概要十年大概差不多嘛差不多啦年华老去了对年华就老去了说人生有几个十年哦 我说真的这样子太没有效率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单元当中哦其实要交这个观众朋友一个不一样的理财的观念 其实大家可能对于纯股对股股票有些没有接触到的会很陌生害怕对你从来没买过股票怎么连买股都不知道还说要纯股这谁会啊 真的我们讲一个简单的观念定存大家有听过吗嗯有吧你有做定存吗也没有算算算有 所以有做定存就是要把一笔钱放在那一年有多少利息好好放着那我们今天教各位其实买股票也可以像定存一样哦 就是每年好你去某一档股票持续去买进定存的概念但是他的利息绝对比你放在银行还要来得多 所以今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来跟他聊什么是存股对不对对来什么是存股呢 其实我们有很简单的观念就是我刚刚举例的存股的定义就是说我们逢低买入每年可以稳定配息的股票嗯 我相信尤其是现阶段这个五月这个缴税季甚至六七月那个时候大家心痛的时候 然后要发鼓励的时候会听到很多这个上市规公司老板说哇他有什么股票像郭台铭这个鸿海有几十万张然后鼓励就有什么超几亿的收入大家都很羡慕他 当然我们没有那么多但是呢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概念就是我们领这个鼓励鼓励就是这些上市规公司啊他每年会配的给你的 因为他赚钱他就会配鼓励给你那存股到底要赚什么其实赚的就是我刚刚聊到的每年他大概在七八月份这些上市规公司都会配发他的一个股息给你你假如有买他们家的股票你就可以拿到这个股息 好那大家一定会第一个会问那这个股息到底收入好不好真的有比定存好吗对不对应该有这个疑问吗真的而且大家最怕哇买了股票会不会就是赔钱赔钱赔钱对最大一样会不会赔钱 好我们当然你的担心等一下我们会一个一个把你的观念点起对所以既然然后今天推定代表存股有他一定的优点那我们再介绍一下存股的优点有哪些好了 因为很多人就是我不懂股票那我要上班我要上学对啊然后也没有时间去这个看股票的一个变动好所以我讲存股 我跟一般人想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要赚那个大家听到很多是什么当充短线这个操作然后一日的进出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些人听到哇要买一些什么标股啊那些买标股当然先不急 买标股你可以另外来找我 存股也可以来找我但我现在讲的是观念存股我们赚的不是那个短线的价差 我们赚的是一个长线好然后一个鼓励的一个收入就是说你不要想说我是不是哇这个这个股价会涨多少 不用这样想你家是很安心的因为投资其实最怕就是说万一赔钱 其实为什么像存股那种可能还没有存股或者这个很多人是这个把钱放在银行因为你是怕你的钱会变少对对有些人连基金可能也不敢买很多人比较保守的就是买定存买保险 因为钱就在那边对对对对那个出去闲对这种就是保守型的但是我们可以把部分的资金你可以换在存股对那关键在于第一个第一个这样说不是赚股价的价差 我们要做观念好那第二个轻松做投资啊你的上班是不用怕被耽误的因为你还是可以很安心的上班因为这个存股的一个观念 甚至你的心态就是像把它摆在银行一样还是可以很安心的好你现在先有这样的观念那当然我们就比较一下到底存股存钱其实当中的一个差异点 因为大家一定会比较真的存股有没有这么好是不是利息比较高啊还是说这个效果是不是真的比较好 我们大概从三点跟投资人做一个比较就是存股跟存钱的一个差别 因为存钱现在利息多少大概大概一点多一点多 所以你的一百万放在里面一年大概只有 如果要存到一百万要存多久呢 假设你有那十万 十万放在一年一趴才大概一千块吧差不多啦 算一趴的话才一千块好 那第一个一千块说真的聊胜于五 真的就是一年他只多给你那一千块好像说真的没什么感觉 但是呢我们用利息的方法做比较 如果你存股的话 我说这个利息就是鼓励的收入 嗯 他绝对是可以打败通行的定存 哇真的从这张图就看得出来 对 但是他会说这是你写的真的会打败吗 对不对 我们等一下会比较 对 为什么说他可以打败他 第二个抗通膨 好我们之前谈到就是 每 物价一直在涨 好你去想想你小时候吃的 滷肉饭 对 你小时候一碗滷肉饭多少钱 20块 20块啊 现在基本上不可能了 对不可能了 现在可能 45块钱 不要想小时候我们就讲胡须章 胡须章这几年 就已经 每年什么两三块五块这样涨 其实你去想一想 这个涨价的那个幅度啊 就已经是 利息一趴已经超过了 有些那种物价都涨五趴十趴 等于是说 你的钱就是我们常讲的 会越变越薄 好大家不太懂 不懂通膨的概念 就想东西越来越贵 你的薪水没有增加 那这钱就不值钱 那放在银行 他生的利息根本不能抵抗通膨 就刚好抵过通膨 对 你还抵不过 对啊 你看那个胡须章一涨 都涨了一成两成 抵不过啊 所以你要怎么抗通膨 那要靠存股 是 等一下我们会讲 我们会范例说明 就是为什么靠存股 可以打败通膨 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 我们讲长线投资的 这个复利的一个效果 所谓复利的一个效果 就是我们讲 钱滚钱不赚的在投资 因为你放在银行定存 当然也有所谓的一些复利的效果 不过只有1% 其实效用太低了 但是你用存股的方式 我们等下会用一个完整的试算表给大家看 看完之后 你就会迫不及待把那些定存 全部拿进去存股了 真的 所以马上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所谓的 诶 到底老师要举出什么样的例子 我们先用一个来举例 用一个桌中华电信 对对对对 就像你没有买过股票 这中华电你应该也有听过 对对对对 很稳定的 很稳定的标的 我们是简单先用这个中华电信做例子 因为就像刚刚谈到没有投资股票的 或者你有在买股票的 很多中华电信都是很多投资人 第一档会买股票 他会先放着这样 就当做第一个 对对对对 因为我遇过很多投资人 就是因为不懂股票嘛 所以他们会进来买的股票 他大概就是红海中钢 台积电 都是很稳定的 很稳定的 就是比较大支的 那中华电信它是 就是我们一般视为 比较安心的定存库 因为这家公司也不会倒 那中华电信很多人用 好我们就简单举例 我们左边这个鼓励的发放年度 就过去十年 就是他每一年 他在这个七八月除息 会配给你的钱 然后除息的参考价 就是当时的这个收盘价 那股力就是 刚刚谈到最重要的 为什么说 为什么存股会比定存好 你看他从2010年 那一年 就是说你买一张中华电信 他会配你4000块 4.06就是4000块 那2011年 一样你手上只要有一张 中华电信的股票 那时候参考价大概是104块 大概就是你花台币10万块 你就可以买一张 那一年他会配你5500块的股息 好我们就很简单 你先看一年 你2011年你那10万块去放在银行 我刚说只有1000 一趴嘛 对 是不是只有1000块 但是你那一年 你把你的10万块去放在中华电信身上 他会配你5500块 差了五倍了 对对 忽然之间 你要放五年 才用5000块 你放一年 中华电信他就5000块 然后最右边那个直利率的角度 其实就像刚刚谈到的定存的利率的概念 因为同样一笔钱 他配你5块钱 那个除一下 那个就是直利率的概念 大概是5.7%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银行给你这个5.7%的利率 对 其实非常的高 好所以你看到从 2010 2011 好一路从4块5块5块4 5块好 我们这样看下去 那累积起来平均 我们算一个平均值 因为每年他的金额或多或少有差异 有一些变化 他过去10年大概中华电信一张是96块 差不多就是9万6 我们就算10万 整数大比较好计 那配给你的现金股息 每年他会给你5000块 然后你去看一下那直利率非常高啊 是高达5%之多 好所以我们再切下一张 看着比较就一个比较这个 马上来比较 累积的一个比较 为什么叫纯钱不如纯股 对对对 你看到就是绿色这个是定存的 这个这个我们这小编是蛮佛心的 他把银行的利率设定在1.5% 对这个 哪有1.5 对对 我说我们小编很佛心 给你1.5% VIP都没有这个利率 好 那中华电信呢算5% 所以你看一下就是累积 左边的 你看到我们因为右边 我们都帮各位跑过这个数字 好各位也可以自己去算 其实都一样的 你每年存10万 好存了10年 好我刚刚讲了 这大概100万你可能10年就可以到 好 但是你如果这每年的10万块 你是拿去买中华电信 好 你看会差多少 如果光旧利率是差了这个3.5% 但是这个每年复利的效果下来 光是一年存10万 10年下来就差了23万4千块 真的你看各十百千万 23万 没有错 差了23万 你每年存10万 这样累积下来 10年下来是差了23万 而且你去想 如果你今天可能是更多 是每年存15万 甚至有人是存20万 就每年他有两张中华电信 那这样的复利效果 会倍数性的差距 可能差40 50 甚至更多一点 差到七八十万 所以差距非常的大 真的耶 所以为什么说 存钱不如存骨 其实道理就在这 你刚刚看这个 这10年下来就差了这么多了 好 老师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落到这边了 我要去买了 去买了 没有了 我们还是要帮大家摩摩服力 刚刚老师有讲一个问题 那既然这样子 我们就选值率高的来 来当做选择的标的 我知道很多人都这么想 值率率越高越好 答案是 错的 老师什么时候有这个 当然是错的 因为其实大家就想 因为我们刚刚有举例 是不是那个值率率 每年配息多少 这样子 刚刚那个差距很大 很大嘛 我刚刚就说中华电器大概5% 那之前很多网友 其实他们会看新闻 或者投资人会说 那个之前有说什么国具啊 什么一些科技股 什么配息配多少 值率什么十几%的 那我是不是存那个就好 就选那个 那为什么我会说是错的 因为股票我们讲还有一个 你会变动的就是什么 股价 你会担心股价会变动 所以我刚刚 举这个差的原因 在之后 你说好标的的一个定存股 其实跟高值利率 这个它是不等于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尤其在今天节目 这个我要特别提醒投资人 我们当然不能说 定存是 要说存股是没有风险 不能这么讲 任何同事都有风险 但是你要如何去 避开这个地雷 踩到这个大风险 你看这个国具 我把那个红色 那个框起来是这个 2018到2019 预计配发的股息 你看到其实它过去几年 尤其过去几年 它几乎不配息的 什么0.15 0.1 还有几年没有配钱 为什么 因为以前国具没有赚钱 这几年才赚钱 那重点在于今年 今年它要配45块 大家一定会说 哇 买一张国具 太赚了吧 对 配4万5 是不是很好 那殖利率 其实我们大概算一下 有13.95 大概就14% 真的变化很大 对 是不是很高 那我就去买国具就好 我们把那个圈起来的地方 那个是去年它的高点 1310块 代表你买一张国具要 131万 那重点在于 现在国具 你知道剩多少钱吗 你大概猜一下 对 上面没显示 你猜一下 你大概猜一下 你看这样的差距 你随便猜一下 因为它这个很不照规则走 你大概猜一下 它现在多少钱 它去年有1300 1300 对 去年一张 买一张要130万 你猜现在买一张要多少钱 130万 再更高吧 我猜再更高 它往下走 剩多少 是多少呢 随便猜一个 大概几百块 你猜一下 有跌这么多 有跌那么多 我们直接请老师 我之前我想答案 他现在买一张只要 只要200多块而已 哪泥 哪泥 所以你买1300 现在只剩200多 等于你一张股票 就赔了100万 哇 这个 这个 所以 配再多的股力给你 都没有用 哇 是不是 所以你算质利率很高 你现在去买它 他可能 你说我今年要领他45块的股息 好 但是我刚讲一个重点 那可能明年 你再来看我们这个 会理财的节目 我就可能 可能 或者是假设 可能啊 可能也许变到 可能双位数了 他现在200多块 可能变20几块 所以领了这些股息 还不够弥补 我们常讲的就是 大家会担心 买股票 会赔了这个加差 所以这个 这个迷思就在于说 高值利率的 不等于好表弟 那一定很多投资人会问 那到底 有哪些 对 到底要怎么去挑 到底要怎么去挑 这些 所谓好的这种 定存股 大家一定都会想知道 所以 我们因为今天节目的关系 怎么样 有什么大方送 哦 老师有大方送 老师是不是整理了一个 纯骨小帮手的守则 对 因为我们刚刚谈到嘛 不是高值利率的就好 因为我们要稳定 然后要配喜好 所以我今天准备了一个 应该算是一个 操作的一个守则 给各位 就是说 怎么样去挑出好的 定存标的 没错 但是 你要这个 索取之前 当然第一个 你要先这个 先加入老师的LINE AT LINE AT 粉丝专业 粉丝专业 还有我们的YouTuber 好丰富哦 老师 没有错 这粉丝太多了 没有办法 不过是股市经销 我哈 LINE AT FB YouTuber 你要先订阅 那这个守则 其实关键就在我刚刚谈到的 要去挑哪些标的 一千多档股票 不只一个标准 对 不只一个标准 因为很多人说殖利率好就好 我们刚刚举例不是 那殖利率它是一个重点 那产业要怎么挑 一千多档股票 这么多 你也不知道怎么选 然后一定还有一些 财报的数字啊 然后产业啊 甚至一些 关键的一个技巧 我要给投资人 当然我先讲一样 我先讲其中一点 因为我们有 今天都把老师请到这边来了 当然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先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大概有五项守则 对 就有这五点 那没有办法五点全漏 漏三点也没有办法 先漏一点 先漏一点 漏三点这节目会被马上 所以我们只漏一点 漏一点就好了 第一个我觉得是大方向 就是说 产业的选择 因为 这是大家最 对 对 因为我们一定是 这个 由深入浅 你先把一个大方向抓出来 然后再从里面慢慢去跳 好 这一定是一个旋骨的一个逻辑 那我先讲最重要 最重要一点 这个大方向 绝对是 传产优于电子骨 什么叫做传产优于电子骨 其实各位去想一个问题 你觉得 在十几年前 你会想到 每个人会用一台这个智慧型手机吗 真的完全不会 不会想到 真的 不会想到 好 就像智慧型手机这么普及了 好 那我再讲一个 可能在也许我们十年之后 也许我们手上也不是拿手机 有可能 对对有可能 所以你说电子业变化很大 你看就像宏达店 那时候多红啊 就现在 你看周遭哪个朋友在用宏达店的手机 是不是没有 再来你看现在 现在光碟这个产业 对 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是不是都很红 这个听CD 看影片都要光碟 我现在给你一片光碟 你有办法看吗 现在很多电脑 连那个光碟都没有 都没有 所以没有办法看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产业变化会很大 很大 那你如果存股 我们常讲存股 你都会是买这家公司的话 真的耶 怎么办 就 就GG了 就悲剧了 真的就悲剧了 但是传产业好处在哪 其实传产业 当然因为很多 我们就讲简单的 比如说食品股好了 比如说统一 或者统一超这一类公司 原则上 从30年前到现阶段 大家吃的东西 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 它不会变 有什么统一的肉燥面 你看30几年吃到现在还是一样 而且反而就是 卖得更好都说不定 所以 我当然只是举例 不是说统一一定是 现在适合定存的股票 我只是说 你传产股跟电子股的差异就在这 你一定要先选好 先区分好 哪一些是我要避开的 因为我这个做专业的分析师 我都不敢讲未来五年十年 电子年有什么变化 但是传产股 我也跟各位讲 这个统一卖的食品 很多到十年后大家还会卖 我小时候吃的布丁 到现在都还有 对 喝的养乐多 到现在还是一样 也没有变 所以他不会变的 所以 第一个存股小方式 我先分享第一点给各位 就是说 传产业绝对是比电子业来的好 当然 对 当然这后面这四点 如果 因为 你现在只知道传产业好 但是传产股那么多 纺织 然后 或者什么一些 做这个 铁的 钢铁水泥太多了 要怎么去选 后面这四点 你一定要懂 懂了之后 你就知道 这五点归纳出来 你就有办法宣布了 好啦 老师很佛听 老师说 今天一幕前的粉丝们 各位朋友们 新朋友们 如果想要拿到这个 存股小帮手的守则 直接加入LINE H里头 写 我要小帮手加一 加一加一 趕快加一 好 老师就无私的分享给大家 好 大家赶快手刀 手刀加一 手刀加一 好啦 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 大家是不是对 本来还不晓得 什么是存股的 到一个没有存股 现在已经要去存股了 差不多 大家把定存都解掉了 然后 老师还举了几个例子 像是 分析定存 跟存股 差别 对 是不是有数据支持大家 那如果你想要拿到 更详细的守则 直接加入LINE H里头 好啦 今天节目很开心 可以邀请到我们 股市金城五 五 是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搜寻Gmoney 可以分享按赞 那如果你对节目 有什么回馈或想法 都欢迎留言在下方 好啦 我们谢谢何老师 谢谢 拜拜 大家拜拜 下周见 拜拜 me 好 因为 OK tail 我们 等一下 我